大四集 中业建国 与上天气 出发了 中国的四个集点 最东最北 最南最西 中国空间站不也打上去了吗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四个地方拍一下中国空间站呢 大家好 我是00后航天摄影师刘青俊 中国四集这个策划就是我们希望用十天的时间 走过中国的最东最西最北最南四个集点 来拍摄中国空间站的过境 如果你都可以在中国的四个集点都能够看到中国空间站 那就代表着你在我们中国境内所有的地方 无论什么时候你抬起头你都能够看到中国空间站 而中国空间站上面的航天员们 当他经过中国上空的时候 低头俯瞰紫国大地的时候 也一定会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他们 08年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们神舟7号航天员出舱的直播 开完了整场出舱的直播 然后那个时候就喜欢上了航天 我第一次尝试去拍摄火箭 真的就是抱着一个朝圣一样的形态去的 就带了一个手机 然后带一个手机架 然后就去拍摄了 其实拍摄非常的不好 其实基本上你都看不见火箭 你就看到一个光球往上升起来了 中国空间站星宇宙有非常多做这种航天内容的一些人 都去到航空上拍摄 就认识了非常多像我一样差不多年龄的青年摄影师们 然后大家聚在一块一起去拍火箭 然后我们就一起组建了一个自媒体账号 叫做云上天进 我们到了北极村了 来啦 飞到了飞到了 无论 欢迎 欢迎 最大部分都是自驾开车 一直在赶路 而且中间还碰到了一次中国空间站的变轨 就导致我们本来应该是后天才要去到最北极墨河拍摄的提前的一天 所以就我们当时是在东北三个司机凌晨 开了20个小时从最东极赶到最北极 我虽然一直在拍空间站的建造过程 但是看见自己追了整整两年的中国空间站 然后在我眼前滑过去非常的感动 就感觉虽然它离我400多公里 但我在地面上跟它有一种冥冥之争有一点联系 这些就是我们每次去到发射现场都会去购买的一些纪念品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看直播的时候 经常都能够看到在侧控大厅里面的人员 他们憋着那个徽章 确实这个国内喜观航天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我们一直想给大家传达一个观点 就是其实我们也可以离火箭非常的近 有粉丝给我们发私信去说 因为你们我才能够看到这一次火箭发射 甚至还有老师给我们的人说 今天我在我们的客栏上给我的学生们放了你们的片子 然后大家 然后学生们都非常感兴趣 就当我们看到这种私信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觉得 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件真的是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真的可以就是说 在不经历间也许会成为它的引路人 告诉他中国航天到底是怎样 对中国航天这个事情做出更多的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